小妖新婚第二天,得知了香柳的死讯 万剑川芯化作血水 所到之处,草木皆亡,连土都变得焦黑 到后来,竟然整个海岛都再无一个活物 小妖听到这个消息后,如同历刃川芯 双耳轰鸣,胸口疼痛欲裂 她脸色泛白,身子不停地打哆嗦 她喃喃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我没事,我早有心理准备 刚认识她时,我就知道有这一日 我一直知道,小妖真的对香柳毫不动心吗? 她从一开始就动了心 只是一开始就料定了香柳的结局 于是她把一次次的动心死死捂住 隐秘到一个不见天日的角落里 她从小看尽了外祖母和母亲 为情落了怎样凄惨的结局 她作为后辈,为这些受尽了苦楚 她吃的苦太多了 这辈子也不想再吃这情爱之苦 香柳死后,小妖做了三件事 大婚第二夜,不入洞房 痛哭到天亮 大婚第一夜 小妖和屠山景没有入洞房 大婚第二夜 小妖因为得知了香柳的死讯 直勾勾地盯着帐顶 然后起身坐到外面的御街前 看着月亮 想象柳 她和香柳也有过那么温柔的时刻 两个人曾经拉着手 曾经并着肩看月亮 她开始急急忙忙找星星镜 发现那两段记忆没有了 她一下子慌了 不肯相信 一遍一遍地探查 不知道寻找了多少遍 可依旧什么都没有 她不可置信 先是流泪 然后喷涌出无限的恨意 将镜子狠狠砸出去 一串串泪珠潸然落下 她开始回忆香柳的一切 在清水阵时 她是闻小六 她是香柳 虽然总是针锋相对 她却会在受伤时 藏到她的屋子疗伤 她也会不知不觉 把从未对人提起的不堪过去 讲给她听 在轩辕城时 她是浪荡子房封贝 温柔体贴 玩事不恭 却认认真真 一丝不苟地传授了她 十几年建树 在海底沉睡了三十七年时 他们曾夜夜相伴 那大概是香柳最温和的时候 没有利用交易 没有针锋相对 有的只是一个 带着另一个在海底徜徉 一个偶尔说几句话 一个永远的沉默 在赤水婚礼上 她来抢婚 要她履行承诺 还问景 要了三十七年的粮草 她付出的代价 不过是失去一个虚假的身份 她却名誉尽毁 最后一次见面 是因为蜂龙的死 在两人曾一起游玩过的葫芦湖上 她想射杀她 她利用景的死 煽动她为景报仇 那一夜 她几乎要尽了她全身的血 只是为了储备一点疗伤的药丸 她恨她冷酷 发誓永不相见 她后悔最后一面 对着香柳说了那样狠的话 不管她怎么冷酷无情 她都不想说那些话 她就那样无助地哭到了天亮 小妖真的不爱香柳吗 不爱为什么会恨 为什么会悔 为什么会痛 为什么会哭 为什么会不舍 拼命想要留住点什么 去香柳曾说过的小岛定居 香柳什么都不肯给她留下 可是小妖明知道香柳的决绝 还是拼命想要记住香柳 她哭到天亮后 决定离开 到海上去 去香柳曾经给她说过的那些美丽小岛 她最想跟谁相伴 她拼命不想说出口的答案 在这一刻昭然若揭 香柳曾经给她描绘的一切 早已经是她内心深处最好的向往 如果没有红江 那将是香柳最期盼的归宿 而小妖在历经千番之后 最想去的地方便是香柳最期盼的归宿 她最后还带走了佐尔 那个她和防风被在生死场救赎过的奴隶 佐尔说 我会帮她保护你 佐尔和香柳一样 恩怨分明 在佐尔心中 被有恩于她 她肯定想着 一旦有了机会就要报恩 可被死了 她就把欠辈的都算到了她身上 香柳死了 可是香柳救赎过的佐尔 却会永远陪在小妖身边 保护她 佐尔问 你会想念她吗 小妖轻轻叹了口气 没有回答 佐尔非常固执 盯着小妖又问了一遍 她不在了 你会想念她吗 小妖道 会 佐尔笑了 对小妖说 她会很开心 长相思 到底是谁的长相思 从来不是小妖和屠山景的长相思 是小妖和香柳的长相思 对着大肚娃娃 第一次展颜而笑 小妖打算离开之后 开始收拾行囊 所有珍贵的礼物 都不能让她展颜而笑 自从知道了香柳的死讯 她再也没有笑过 可当她看到了阿碧送来的那个大肚娃娃 大肚笑娃娃没什么实际用处 但小妖觉得可爱 捧在手里越看越喜欢 大大的脑袋 大大的肚子 穿这个石榴图的肚兜 咧着小嘴 笑得憨态可居 小妖忍不住 也对着她笑起来 没有谁比香柳更了解小妖 更懂得如何让小妖高兴了 只有她 触及到了小妖最真实的灵魂 很多人曾经讨论过了解与爱的话题 到底是一个男人爱你重要 还是一个男人了解你重要 最了解小妖的从来不是屠山景 甚至于小妖最痛苦不堪的过往是 没有告诉过屠山景的 可是 她全部告诉了香柳 她把自己无力自保 无人可依 无处 可去这些内心深处最渴求的东西 只告诉了香柳 而 也只有香柳真正理解了她 并且为了让她一生无忧 数次丧命 流尽鲜血 枪炫为了小妖做过什么吗 小妖一路扶持了她 把她看作最重要的人 为了助她登上权力之巅 数次以命相护 最后她杀了屠山景 让小妖生不如死 屠山景为小妖做过什么吗 小妖救了她的命 救赎了她的心 可是 她为梁博的亲情牵绊 一次次失信于小妖 让小妖伤心痛苦 只有香柳 她为了小妖一次次放过了枪炫 为了小妖救了屠山景 她教小妖练剑 在屠山景跟防风异应纠缠不清的时候 以防风被的身份陪在小妖身边 讨小妖开心 小妖几乎每次遇到危险 最后救她的都是香柳 到底是谁让小妖一生无忧 不是枪炫 不是屠山景 是香柳用命 用血 用最赤诚的心 让小妖有力自保 有人可依 有处可去 小妖对香柳而言 到底算什么 小妖痛哭的那一夜 流着泪 看着天 一次次质问香柳 香柳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连最后的记忆都不肯留下 难道百年相识 对你而言都只是交易算计吗 香柳死了 连尸骨都没有留下 没有人回答她 香柳到底把小妖当做什么呢 她心丹情愿为种下了情人骨 在大海深处 她和小妖一次次肚气亲吻 她任由小妖拉着手 看月亮 当小妖成了王姬 她化身了防风被 只为了陪伴小妖 教小妖练剑 逗小妖开心 她像娇人一样铸造了爱巢 把小妖放在里面 37年相拥而眠 血肉交融 她救了图山井 让图山井有机会回到小妖身边 陪伴小妖一生 香柳把小妖当什么呢 当成了妻子 爱人 当成了自己的求而不得 当成了自己不配得到的珍宝 当成了自己愿意为知死了又一次的挚爱 当成了自己这一生最温暖 也最甜蜜幸福的一个所在 因为有小妖 她体会了牵手 亲吻 拥抱 嫉妒 爱和隐忍 还有那铺天盖地的自卑和无怨无悔的付出 小妖微笑着 温柔地看着她 心中有着说不清 道不明的滋味 很多很多年前 香柳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看似狡诈凶狠 却又质朴简单 如果那个时候 她能遇见香柳 是不是香柳也可以找到一个心爱的女子 她会带着她一起去花妖的店铺里买香鹿 一起去找藏在身像里的石铺子 小妖下意识地去看香柳 香柳侧尸而立 望着海天深处 唇盼含着一丝温和的笑意 因为唇角 这个浅浅的弧度 她完美的侧脸不再冰冷无情 有了一点烟火气 可香柳最让人意难平的 从来都不是她的结局与爱而不得 而是她为小妖付出一切 以及那满腔的爱意 小妖却一无所知 为了掩藏得更深 她甚至抹去了全部 没留下一点痕迹 将为小妖的付出 装作是一场场交易 精心准备的宫和大婚礼物 也是借他人之手送予 强行解开情人骨 将两人最后联系斩断 把新心境里所有关于她的记忆 全部清除 香柳的心太狠了 不止没给小妖留念想 也没有给自己留下 每次看到她隐忍的付出 又独自承受着孤寂 就忍不住的心疼 香柳不惜与人亲近 除了毛球 对任何人都有距离感 即使作坊封闭 看似处处留情 随性洒脱 却又给人一种疏离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 唯独面对小妖时 她的偏爱是那般明显 从始至终 香柳对小妖展现的 都是自己的真容 尽管立场对立 可只要小妖遇到危险 她都会不顾一切地赶来 她对小妖的爱是纯粹的 甚至是不奢求任何回报的 是那种即便知道不可能 可还是义无反顾为她付出 尽管他们之间 横跟着太多的阻碍 有着太多不能放下 割舍的人和事 可香柳从未要求小妖选择自己 她给小妖的 是选择另一种人生的机会 她赠小妖海图 叫小妖射箭 还救了图山井 小妖可以选择嫁人 也可以远走高飞 她可以选择她想过的生活 即使那种生活里没有香柳 她带她去看海天上的月 看海底万物的瑰丽绚烂 看着世上最美丽 也最广阔的景色 她同意小妖把情人谷 引到自己身上 是成全小妖队 枪炫的心意 而这个谷换来的承诺 她又用来成全小妖的自由 从始至终 像柳不想 也没打算束缚她 哪怕是以爱情的名义 九命香柳注定为情义所类 但号令九瑶不必 她的未来可以没有香柳 但应该有自由 总忍不住地想 如果小妖与香柳在一起 那便是天地最默契的眷侣吧 我想以这段话结尾 如果香柳最初遇到的 不是舍命在沙场的红江 而是只求有人保护 有人相伴的小妖 那么 她和小妖会不会有一个最美好的结局 她能保护小妖 能陪伴小妖 能带小妖去一个最美丽的海岛 快乐地像两条小鱼 在大海里尽情遨游 看尽海底繁华 在大海里尽情遇到